为在信义乡的同龄国小推广读经课程相当有成效 也因为学生们的积极态度获得各界高度肯定 国际经典文化协会日前邀请同龄国小 在明年的三月份到香港做文化交流 为了筹措这笔旅费 学校发起制作番茄果泥酱的想法 此举获得社区及农会的认同 并且提供了技术及材料 让学生们可以靠着自己的力量来实现这一趟旅程 子约求是其字 福音乐乎有黄志人芳兰 既是和亲皆要和爱人 使命以持者 为之有业君子无本 本地有当者 静怡乡统林国小推广读经课七年有成 为了筹措29位学生到香港交流演出的旅费 所以发起制作番茄果泥酱的想法 获得社区权利支持 我想透过这个过程 学生懂得怎么样来制作番茄果酱 推行我们在地的产业 同时也用自己的力量 来赚取我们要去香港的一个旅费 我觉得这个意义是很重大的 这些学生要出国 没有经费 所以我们就提供这个东西 跟他们的工夫 跟他们怎么做 让他们去意义卖 可以让他们的经费 稍后够了 小朋友小心翼翼的欣喜番茄 随后进行汆烫剥皮 最后还要切成碎块 才能够入锅熬煮 这一切都在社区长辈的协助下完成 学校表示 让学生们参与制作 才能遵循每一分钱 在做番茄果酱的过程中 一大早要先洗 再就是榻 再就是剥皮 再就是切 再就是把番茄制成果酱 做这些东西都很费工 所以要很注重卫生 也要很谨慎 虽然做番茄果酱的过程很辛苦 但是很值得 因为这样子我们就可以去香港 我们希望说 透过这样的一个过程 小朋友能够学习到 如何运用自己的能力 来赚取我们自己的旅费 那同时也能够在 这个国际交流中 认识更多国外的朋友 这次制作番茄果酱酱 非常感谢农会提供第一批 四座所需的番茄 未来也会在农会梅子墨工厂 摆摊贩售 希望尽快打开销售通路 筹募到所需旅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开销售